大家好,我是Lillian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出租房须知如何有效的筛选租客 筛选租客是管理我们自己出租房很重要的一步 找到好的租客可以让我们房东朋友既省心又开心 可以轻轻松松地做房东 那摊上了不好的租客 就不仅会造成这个极大的经济损失 也会带来精神的折磨 我在这里推荐大家一套筛选租客的方法 相信这套方法能够帮助房东朋友们找到满意的租客 那么这些方法都是我在这十几年的过程中 用在我自己筛选租客的过程中非常的有效 我知道有些房东朋友买了房子以后急于出租 或者说他在换租客的过程中 他的租客搬走以后他急于出租 所以可能简单地打个广告 第一个来看房的人喜欢愿意交押金 可能他就决定租给他了 并没有做到很好的筛选 有些呢可能连那个申请表都没有填 就答应这个收这个押金 那这样呢实际上风险是非常大的 碰到这个不好租客的机会非常大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好租客是怎么样评定的 对我来说呢 好租客不光是说他能够按时的交租 也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出租房 能够保持的干净整洁 没有任何的损坏 不违规而且是尊重他人的租客 这样的租客才是好租客 那我也知道有些朋友呢住这个公寓楼里面 虽然这个租客呢他可能不欠租 但是呢屡次呢收到这个大楼的罚款 因为这个租客违反了这个大楼公寓的规定 那这样的租客呢也是不好的租客 如果我们没有做到这个细致的筛选 你就没有办法保证能够找到好的租客 真的只能听天由命 还有呢我是听很多朋友说呢 他们不敢找洋人的租客 只是找中国人的租客 他们觉得洋人租客很麻烦 其实呢哪里都有好的租客和不好的租客 关键是我们会不会把坏的租客筛选掉 我自己的租客呢全部都是洋人 因为呢我一般都是在洋人的网站上登广告 而且我的有几个租客呢 都是已经在我的出租房住了五六年 还不想搬走 因为我们知道洋人通常来讲租客比较多 而且呢他们如果是找到好的租客的话 他们把房子还是保养的非常的好的 因为他们把租租房呢当做自己的房子来对待 而且呢如果是我们想要自己的出租房 做长期出租打算的话呢 实际上找洋人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如果呢你能够做到这个 我下面跟大家讲的六次筛选 那我相信呢你找到好租客的机会 就大大增加了 我自己用的这个六次筛选呢 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第一次筛选呢是登出租广告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广告的内容 怎么样能够起到筛选的目的 第二次筛选就是租客 想要约着看房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 在电话中或者在邮件中 怎么样问有效的问题 把适合的租客 选出来安排看房 第三次筛选呢是在租客看房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去观察细节 那么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第四次筛选呢是当租客感兴趣 租我们的房子 我们让他填申请表 我们怎么样通过看这个申请表 来做第四次的筛选 在看申请表的时候注意哪些问题 第五次筛选呢是做背景调查 做背景调查 这一步筛选实际上是最最重要的 一步筛选的过程 这一步筛选呢也是最能够看出这个房东的 他的这个经验和能力的这一步 第五次筛选呢就是最后 我们在最后确认 你是不是想要租这个租客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行这个信用记录的调查 当然了当我们在用这个信用记录调查 租客的时候呢 需要这个租客的授权书 他要允许我们进行这个信用记录调查 好每一步呢这个筛选呢怎么样做 要注意什么问什么问题 都是有技巧和方法的 那我会在接下来的以后的视频中呢 跟大家做一进一步的来分享 如果今天的内容呢对你有些帮助 你喜欢就请你帮我点个赞 来个thumb up 如果大家对管理自己出租房 还想知道哪方面的知识 也请你在下面留言 以后我会安排这方面的内容 如果想知道我在管理自己出租房 过程中的秘诀 那就请你继续的关注我的视频 如果你想听出租房讲座 那么就请你用下面的邮件方式联系我 好我们下次见 拜拜